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 不管水壶水垢查购多长多厚 教你一个妙招,水垢自动掉下来 简单又干净 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 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出现 就比如说电热水壶 烧水速度特别快 而且不需要人手在那里等水开 水烧好了自动就会断电 用起来特别方便 所以这种电热水壶深受大家的喜爱 就连家里的小孩老人都能简单操作 想喝热水几分钟就行了 但是我们家里的电热水壶用久了后 里面就会有一层厚厚的水垢了 或者是茶垢 非常难去除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烦恼 所以本期视频就来对付它 好了不多说了 让我们看看是什么妙招吧 说的这么神奇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频繁的一样小东西 小苏打 我们将小苏打扫入少许呢 在水壶里边 跟着加入少许的白醋 这时它们就会出现剧烈的反应 不过这都是正常现象 现在开启电源 将它煮沸 之所以说小苏打可以轻松地去除顽固的水垢 其实就是因为小苏打呢 是一种碳酸氢纳 虽然是弱碱性的 但是和水垢一起还是能够发生相应的化学反应 不过二则反应呢 需要一些白醋作为反应强硕 很多人都会觉得水垢没有什么 只是水壶多了点东西罢了 全然不知水垢会产生多大的危害 首先 热水壶烧水呢 是通过外部向内部导热的 但是有所了解就知道 水垢导热性很差 附着在水壶内壁上呢 就会影响传热 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能量的浪费 其次 水垢虽然罔顾不落 平时在消水的过程中 难免都会水着水一起喝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去 而且水垢里面还有许多重金属离子 如果长期饮用带有重金属离子的水 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巨大的伤害的 就一直煮沸一两次 里面的水垢就基本脱落了 只剩下少许比较顽固的部分 看看这些水垢污渍 要是长期被我们喝下去 那真是不敢想象 所以定期清洁水壶就很有必要 这时水壶里面还会有少许的污垢 不要着急用钢丝球去刷洗 我们还要做下一步的处理 我们先加入少许的清水泡一泡 跟着我们准备一个土豆 用削皮刀削去外皮 然后将土豆皮直接放进水壶里边 放入电热盘上 我们给它烧开两到三次 然后静置十分钟 等它慢慢冷却下来 水壶自然也就干净了 没想到吧 土豆皮也能去水滋 其实 土豆皮去除水垢的原理很简单 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钙 土豆皮含碱在水壶里面烧煮 就可以去除水垢 冷却后呢 我们再将它倒出来 最后 我们加入清水将它漂洗干净 或者是加入清水烧开一两次 倒掉以后 水壶就非常的干净敞亮了 和之前一对比 是不是就焕然一新了 土豆皮不仅能够清除壶内的水垢 还可以顺手清洁壶身外壁 用纸巾沾点土豆皮烧骨的水 去擦拭水壶的外壁 那些水子污垢 轻轻擦拭就干净了 让电热水壶内外都干净如新 使用以上的方法 不管是水壶内壁还是外壁 都不需要用钢丝球去刷洗 只需要煮上一两次 水壶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 水壶方便快捷 但是还是需要定期清洁 要是里面的水够多了 就很容易烧水速度变慢 烧水声音也变得比较大 所以就很有必要清除水垢 清除水垢 用普通的钢丝球等插洗 是很费力气的 所以您不妨试试以上的方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 您学会了吗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 和生活技巧 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哦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瑶瑶 我们下期再见啦